道清告知英国把圆五十桌婚室改宿时 逃过太鲁阁事件 太鲁阁号事件漏网新闻原先新闻报道 罹难人数是五十位 合以后来修正为四十九位 有位道清的同学 原本要在清明过后结婚 在家乡花莲宴请婚洗五十桌 但经过道清同学的规劝 告知英国的严重性之后 她决定将五十桌婚室 全部改成素颜 当这位昔日女同学 在清明廉价 准备回乡扫墓 顺便办理婚礼时 订的火车票 就是四二日台铁408次 泰鲁阁号第八车厢 她的未婚夫 本来没有跟她同行回花莲 但就在她要回去的前一天 她的未婚夫 因为听说五十桌的酒席 全部改成素颜 就突然对她说 钱催我载你回去就好 不用坐火车了 后来 泰鲁阁号发生撞击事件后 这位女同学才知道 自己逃过了这一劫 原先新闻报道罹难人数是五十位 却只找到四十九位的大体 因为花东人订票是十名制 当台铁找到她时 她才想到自己忘了办理退票 才让人误解为五十位 最后 罹难人数修正为四十九位 由此可知 上天有好生之德 平常我们尽量素食 从嘴巴开始放生 劫难来临时 上天也会放我们一条生路 逢凶化吉 天福加寿 道卿告知因果 把元武十桌昏石改素食 逃过泰鲁阁事件 离开